歡迎來到開心居家的環節 有時打開窗戶看到山 就覺得很好 但原來山也有學問 先介紹嘉賓 坐在身邊就是風水研學家 洪耀南師傅 師傅,你好 你好… 有些人經常說 看到山真的好 其實家裡對著山是好還是不好 怎麼分法呢 山來說 我們也有分刺或胸 誰知為了漂亮的山 基本上樹木謀成 看上去是翠綠的 整個山都是綠色的 這樣就為了好山 如果看上去就不是 硬硬蠶蠶的 怪石鱗蠅不好的山 為什麼為了清取燥綠的山 為了好山來說 因為山為了是龍 龍氣好才是旺窄的 如果樹木多來說 就代表龍是有皮包著 如果不好的 岩石 怪石鱗蠅來說 是龍的骨 我們叫做病龍 病龍 怎麼會有福 給你呢 對不對 如果你對著 樹木謀成當然好 你有靠山 你家裡做事 有貴人照著你 當然好 如果沒有的 你對著岩石 岩蠶的 你的靠山也沒有力 還有你會受山的壓 所影響 煞氣的影響 那些例子 例如香港 四處都是山 吉山 有什麼吉山的例子 香港你看到 很多的山都是平頂的 或者是有些圓形 一半圓形的那些 那些為之 巨門山是平頂的 如果是武曲山 就是圓頂的 那些山的靚 又有樹木謀成 凡是這個山巨門 主發富的 金山也是發富的 所以說到多數是有錢人 除了有錢之外 也是文化人多 一溫順的人 如果你看回屯門 屯門很多山都不漂亮 多數出些惡人 或者文化水準比較低的人 所以就是這樣可以分 分解得到 那有沒有說住山的邊 是都有學問的 例如我舉例 先說吉山 說到區大部分山 以你所說的時候 都是好山來的 有沒有說住南區好些 還是住中環 灣仔 銅鑼灣那邊好些 有沒有分法的 其實來說 如果分來說 我們來說 如果算理器當然 另外一個學問 風水的理器 也有很多門派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跟他說亂頭 總之有靠山來說 就不用理器的學問 一般家庭都可以知道 後面如果背著山 也是好東西 就是有靠山的 背著不好的山 就沒有靠山 或者有惡山 反而受到是非官非 影響 師傅 香港很多屋都站在山上 譬如現在我們在九龍 看過對面海 都看到山一洞洞打起 如果自己面對著 這麼漂亮的山 但是開始有工程 是否會破了那種不好的東西 沒錯 這個問得好 因為如果外面是洞土 我們經常有洞土殺 以洞土殺來說 如果藏正果年 洞土的方位 你對著那個方位當然 今年二零一年 套年來講 東位是五王大殺星 西位是三殺位和碎破位 你對著這兩個空位去動工 殺傷力更大 你真的可能會有暗病 或者是災禍 意外手術這些情況發生 尤其是有些是 譬如是絕症很嚴重 如果日後這樣動工 如果是動土殺 會影響到運程 這些殺氣一定要化解 怎樣化呢 化解來講 用銅的麒麟 或者是其他的皮丘 吸引發殺為用 那對著吉山 你所說是否用 吉山就不需要 粒粒鏡吸去好東西 是否需要 不需要的 已經好 對 而且空氣清新了 好 我們來講講這個空山 這是屯門一帶 是 對那附近的居民 或者那個家宅有什麼特別影響 影響到來講是有病痛 工作不理想 以及是非官非 你看那裏屯門區 有很多罪案 甚至乎影響到人 思維不清晰 很多來講是自殺案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化殺 又是用銅麒麟 或者是用皮丘 去吸引發殺氣 舉例如果我打開門口 又有吉山 但又有空山 有可能的 那我應該怎樣看 去令自己的運程會好些 如果有吉有空 即是反覆了 運程有好又不好 但是來講是空 如果空多就不好 你怎樣都要化殺 對著來講更加不好 背著來講 總之背著對著你都不好 都要化殺 化殺來講 一了八了 講到山 有些朋友說 例如先人 或者親人 都會選一個比較漂亮的山地 怎樣選 漂亮的山地來講 風水是叫唐風聚氣 你一定來講 四應的條件 四神相應 前面來講最好有個明堂 明堂用萬馬 聲明就是驚天下 古語講有魂 前面有個明堂 最好再前一點來講 就有個岸山 即是可以伸手摸到自己的岸頭 為之是聚財 再遠一點最好還有幾層山 幾層山的作用是甚麼呢 就是發富悠久 一個山為之一代 兩個山為之第二代 三個山是三代 一路幾代都這麼發的 這麼富有的 那多好呢 後面有個圓舞位 即是有靠山 有人搭配你 有人照你 有貴人 左邊有個沙手 就是青龍位 青龍來說是人丁貴人 右邊有個白虎位 即是兩個守衛行幫你守住 白虎來說是財位 和女性權力 白虎是屬女性 左邊就是藍性 即是有陰陽相配 有四邊包圍著你 為之風水靚位 還有你那個穴位 最好坐下去 有個左右兩個甲耳位 即是可以擋著風吹 你的氣才不會散 照你這麼說 這個理由 就是為何人說 選擇漂亮的山地 對之後幾代都會好 是嗎 是的 千萬說左右 青龍白虎不會有破 還有高深的學問 還有大兒子、二兒子、三兒子 都有說 哪個青龍位破 第1、3、5 即是子女排第1、3、5 那些有損 如果破了 接著那些高層次學問 我們不用說了 總之來說 你一定要有 前豬、後豔、沒有 左青龍、右白虎的位 為之漂亮的位 有沒有些例子可以舉到 哪些地方 香港如果做山位 的話 是挺好的 哪些區或者哪些山 哪些區 哪些山 多數來說 我們有很多漂亮的月位 比如說 我們元朗有個鴨濟山 鴨濟山的山很漂亮 平頂的 那個是巨門 旁邊兩邊的角 就是圓圓地 叫土生金旺 出富貴人家 下面有一個名月 叫玉女拜堂 鄧氏家族 那裡是出貴人的 鄧氏來講很大家族 新年到荃灣 有一個半月召談 都是鄧氏家族 那個就是名月 靚月 看上去 你看著後面的山 是很漂亮的 就是鴨濟山 這個就是名月之一 不僅家區 看山 也有這麼多 我們千年的智慧在這裡 風水命理 可以作為參考 命運在你手中 謝謝師傅 好,不要客氣